芒果布甸 大家就吃得多了 港式的太陽蛋造型還會流心 你吃過沒有? 這個太陽蛋造型的芒果布甸 會分三部份 首先我會做蛋黃這部份 用了鋁頌芒來做 我今天買了一個比較大的芒果 所以一個就夠了 如果沒有那麼大就要兩個 我只要肉 所以我會去皮 還有核 用湯匙把肉起出來 然後先打碎 其實用什麼芒果都沒有所謂 只要夠甜和夠熟就可以了 連砂糖都不需要加 好像糊狀一樣 今天用的直膠模 最重要是圓形 因為蛋黃是圓形的 所以要選一個圓形的直膠模 就比較適合了 倒進模子之前 然後倒進氣泡出來 填滿一點點 輕輕地倒進去 再倒進去 再倒進去 還有填中間的空隙位 做好之後 放入冰箱冷藏 其實可以預早一兩天做也沒問題 接下來就是包著蛋黃的薄膜 好了 今天最主要的材料 就是這款台灣做的海藻果凍粉 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和砂糖一起拌一拌 另外這邊我就會煲水 水滾了之後 就要慢慢下 記得一邊下一邊攪 攪拌用的糖之後 再回到鍋裡 要等入面的海藻果凍膠煮熔 好了 倒一出來之後 降到60度就可以用了 它特別的地方 它室溫都會瀝 面頭這層薄膜 要先挑起它 這個芒果的冰餡已經夠硬了 這個是做一晚做定的 一個一個這樣做 只要這個冰餡夠硬的話 放下去也不需要擔心會溶 整粒放下去 一定要完全覆蓋著那個薄膜 好了 小心點用匙羹拌上來 如果擔心薄膜不夠的話 可以再淋多一層 讓它厚身一點 務求整粒蛋黃也是包著這個薄膜 蛋黃的部分就完成了 可以先把它放進冰箱等一會 好 最後就做蛋白的部分 鮮奶和椰漿一起煮一煮 讓椰漿的油脂可以溶出來 椰漿溶出來 椰漿溶出來之後 就可以將海藻果凍加進去 剩下的全部一次過可以倒進去煮 這個奶糊就煮好了 不需要煮的 最主要是煮融裡面的果凍就可以了 關火之後就將這個忌廉加進去 攪拌均勻 好 倒出來 等它降溫到80度左右 就可以分裝到剛才做的布甸 安全起見 我也是喜歡用小杯分下去 好 由旁邊下 小心點不要撞到蛋黃的部分 如果有泡的話就撇掉它 大概蛋白的部分 倒到蛋黃的三分二的高度 即是說有三分一是浮面的 這樣就完成了 放回雪櫃大概雪櫃幾個小時 硬淨就吃得了 這個果凍的口感是介乎 啫喱糖和大菜糕的口感 比較煙煙韌韌 也挺好吃的 今天的港式太陽蛋就完成了 如果想漂亮一點 可以像我這樣 即是一件多士在旁邊 很危險 感谢观看